好 接下来我们看主题四 二阶行列式 首先我们看一下二阶行列式的定义 二阶行列式它算出来是一个值 假设说有一个行列式 我们把它写成这样的形式 不过同学注意一下 这个行列式它不是绝对值 行列式不是绝对值 因为绝对值的话 它大概只有一个数 可是我们这个地方 因为它有不同的圆 它有不同的圆 那这个行列式它算出来是一个值 它的定义是把对角线相乘 然后把它相减 所以它是A租减掉BC 对二阶行列式来讲的话 这个地方的运算当然会比较简单 以数A来讲 数A的同学会学到三阶行列式 那那个地方的展开 就计算就要小心一点了 那这边行列式的运算性质呢 总共有七个性质 那对二阶行列式来说 因为你可以把它展开 展开也很简单 所以其实你可以用直接展开的方式来看 这些性质呢 暂时它不会那么重要 那不过呢 其实你也可以一点一点慢慢看 那我们等一下在范例的过程当中 我们大概也会提到一些 比如说其中这个行列式的运算性质里面呢 那个第六点是比较重要的 万一你看到一个比较复杂的行列式 你说我要把它展开 那展开很麻烦啊 如果它数据很复杂 又含有位置数 因此呢 我们可以做一些化解 那行列式呢 我们可以做所谓的行运算 也可以做所谓的列运算 那什么是行呢 直的叫做行 那横的叫做列 所以比如说二阶代表的是 它是两行两列 这个叫做二阶行列式 OK 好 那第三个呢 是我们也要统整的一个观念 讲完二阶行列式之后呢 我们在求三角形的面积 大概就告一段落了 所以这个地方请同学 再把它统整一下 比如说我们在坐标平面上 那我要求这个三角形的面积 如果我是用向量的方式 来表示的话 那这个三角形ABC的面积 好 同学还记得 我们在内积那个地方的概念 我们可以利用向量式来求三角形的面积 所以它是二分之一 这个是AB平方 乘上AC平方 减掉AB dot AC平方 这个是面积向量式 我们利用向量的内积 来求三角形的面积 那这个是从三角形的面积公式 我们在三角形那个地方学到的公式 把它推广出来的 这个我们前面应该有简单的证明过 那如果说我今天是用行列式来看的话 因为可能我们要表示向量的时候 我们会给它坐标 因此如果说今天AB向量它等于X1Y1 然后AC向量它等于X2Y2 那我把这个向量呢 坐标把它带进来 绝对值的平方 这个我们简单证明一下 好这个AB的绝对值 它是S1平方加上Y1平方开根号 但是因为它平方 所以那个根号都不见了 所以这个地方它是S1平方加上Y1平方乘上 这边是S2的平方加上Y2的平方 然后减掉内积 这边就是S1S2加上Y1Y2的平方 我们把坐标带进来 它会变这样子 那如果把这个地方展开呢 好我们稍微省略一下 写精简一点 好这个地方S1平方 S2平方 跟这个地方的S1S2平方 它会消掉 然后呢 Y1平方乘上Y2平方 跟这个地方的Y1Y2的完全平方 也会消掉 所以剩下中间项 这个中间项呢 这个是S1平方乘上Y1Y2平方 S1平方乘上Y2平方 加上Y1平方 S2平方 这个是第一项剩下来的部分 然后减掉 因为这个A平方B平方消掉了嘛 剩下2AB 所以减掉两倍的S1S2Y1Y2 好这个地方我稍微省略一下 它展开的过程 这样OK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刚好可以把它因式分解 我可以把它写成 X1Y2减掉S2Y1的平方 因此呢 这个出来可以把它写成 刚好是这个行列式 这个行列式 刚好就是S1S2Y1Y2 这个行列式 但是因为 求面积的话要加上绝对值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再把它加上绝对值 所以 三角形的面积到这个地方呢 其实如果它给的是一个向量 给的是坐标 那我也可以利用行列式 来求三角形的面积公式 那这个地方呢 同学可以 再把它稍微统整一下 我知道 两边一夹角可以求面积 然后4R分支 ABC正弦定理的应用 还有R乘上S 那个是小R 内切圆的半径跟周桑的一半 然后有海融公式 然后有面积向量式 还有行列式 这个是我们可以拿来求 三角形的面积的 好 再来我们看焦点2的内容 最主要是讲到二元一次连立方程式的解 我们在解二元一次方程式 就是连立方程式的解的时候呢 大概会用到所谓的加减消去法 或者是以前所谓的代入消去法 这个我们在国中应该有学过 不过这个高中呢 应该是要学所谓的公式解 因为克拉玛公式 通常如果说这个方程式呢 它没有位置数 那我们大概加减消去法 应该就可以克服了 可是如果说这个连立方程式呢 它的位置数很多 或者说它比较复杂一点 那通常我们大概就会用公式解来处理它 因为你用加减消去法的话 其实它的运算是比较复杂一些 好 那公式解的部分呢 同学可以参考一下我们 奖励上面的证明 我这个地方呢 就讲的比较快一点 比如说这个叫做 二元一次连立方程式 或者我们叫做连立方程组 那如果我令β叫做A1 A2 B1 B2 注意我是摆它的系数 就是x跟y的系数 这个叫做β 那βx呢 就是把这个常数项 注意我常数是放在等号的右边 如果你放在左边的话 也可以用 不过要加一个复号 注意它的那个公式解的一个形式 βx呢 我是用常数项来代替我们x这一行 那βy呢 是用常数项代替y这一行 我列出三个行列式 那如果说这个连立方程组 它有解的话 我们就说 这个x呢 好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部分来讨论 如果说 这个方程组 我们叫做 10大法的 如果这个方程组呢 它无解 无解的话 那我们说 这个data呢 它应该等于0 但是 这个datax datay 至少 有一个 不为0 如果它无解的话 那其实 同学我们在看这个连立方程组的时候 其实也可以把它想象成什么 它是两条直线嘛 因为直线方程式叫做二元一次方程式 那如果连立方程组 就代表说 它是两条直线的关系 所以无解呢 代表它两条直线平行 因此呢 它的斜率应该是相等的 斜率相等的话 那它的行列式就会变成0 可是呢 因为它只是平行嘛 常数应该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它的datax 跟datay 至少有一个不为0 那第二个 如果呢 这个方程组呢 恰有一解 那表示说 这两条直线呢 它是 相交的 交易点 那这个data呢 它就不为0 而且呢 它的解 我们就可以把它解出来 用加减消去法 代入消去法 那现在用公式解 所以这个x呢 就等于data分之datax y呢 就等于data分之datay 它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式 那第三个 如果它是无限多组解 无限多解 代表这两条直线它是重合的 因此呢 这三个行列是 通通是0 好 它有这三种情况 解的情况有这三种 那这三种呢 刚好可以对应 我们三种 几何意义 五解 代表这两条直线 它是平行的 那恰有一组解呢 代表这两条直线 它是交易一点的 如果它是无限多组解的话 代表这两条直线 它是重合的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个行列式的运算 它说像这样的一个行列式呢 它的指等172 我要求ABC珠这个行列式的值呢 它给多少 那这个题目呢 如果说你直接展开来算的话 应该会比较复杂 因此呢我们可以利用 刚刚所提到的一些行列式的运算性值呢 来处理它 那首先呢 我们行列式呢 它是可以拆解的 我可以把一个比较复杂的行列式呢 把它拆开 因此呢 原来的这个式值呢 我可以把它拆成 5A5C 然后后面这个地方保留 因为它是4A加上3B 然后4C加上3B 然后呢 加上 因为它还有一个-7B 所以我可以把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行列式呢 把它拆成这两个 这个其实证明应该也很简单 因为你看这一项乘以它 然后这一项乘以它 它就是5A-7B 它就是这一项乘以这个 所以这个其实这个等式的关系 它应该是成立的 它应该是成立的 好 那如果把它拆成两个行列式之后呢 那接下来呢 这个应该就比较单纯一点了 行列式的运算里面呢 我可以提出公因数 所以我把5提出来 这边是4A加上3B 4C加上3B 然后这边可以提出-7 所以它变成简的 B珠 4A加3B 然后呢 4C加上3B 好 那我们要化简 因为题目要求的是ABC珠嘛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可以把A把它消掉 所以这个地方我乘上-4倍 当我把它乘上-4倍加过来的时候呢 这个4A4C就消掉了 所以它会变成5倍的 这边是AC 然后这边是3B3珠 这样子 那这个地方呢 因为我要消掉的是B跟珠 因为这个地方是B跟珠嘛 所以我这个地方呢 乘上-3 乘上-3加过来 所以这个是B珠 -3加过来之后呢 这两个就消掉了 所以这边变成4A4C 好 那这个地方呢 我又可以提出3 所以它变成15倍的 ACB珠 好 这个是我们要求的 那这个地方呢 我提出4 不过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 这个是B珠AC嘛 可是我题目要求的是 ACB珠 所以这两个 我还可以对调 可是 行列式的两行对调 其值要变好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要变成加的 然后四体出来 这边是28 A C B珠 OK 所以它会变成43倍的 15加上28就是43倍的 这个是ABC珠 好 那它说这个值呢 就等于172 所以我就可以求出 这个ABC珠 这个行列式的值呢 它应该就是4 OK 好 再来我们看 行列式跟面积的关系 它说在坐标平面上呢 假设U向量是AB V向量是CD 那这两个向量呢 所决定的三角形面积是6 好 这个条件呢 我们可以列出来 因为它是三角形的面积嘛 这个是ABC珠 好 那记得加上绝对值 它说 这个三角形的面积是6 也就是说 其实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ABC珠 这个应该是12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条件 然后呢 它说三倍的U向量加V向量 还有U向量减掉两倍的V向量 它所决定的平行四边形面积是多少 因为它要求的是平行四边形面积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用这个二分之一了 因为二分之一的话是三角形的面积 好 那 3U-V 加上V 我们把坐标写出来 因为它应该是 3A加上C 然后3B加上Z 然后呢 U-2V 它应该就是A-2C 还有B-2Z 这是这两个向量 那这两个向量所决定的平行四边形面积 所以所求 应该就等于 3A加上C A-2C 这边是3B加上Z 然后这边是B 3B B-2Z 好 记得加上绝对值 那这个呢 我们可以利用一些行列式的运算 好 比如说因为我要把它变成 这个关系式 所以呢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 乘上两倍 乘上两倍 乘上两倍加过来的话 这个珠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消掉了 所以呢 它应该可以变成 这边是3A加上C 它这边是3B加上珠 那这个 乘上两倍加过来之后 这边变成7A 两倍加过来 C消掉了 那两倍加过来的话 这边就是7B 好 那这个7倍呢 我们就可以提出它的 供应数 所以7把它提出来 那提出来之后 这边变成3A加上C 这边变成A 然后呢 这边是3B加上珠 这边是B 好 最后呢 我再消掉A 我再把这个地方 乘上-3B加上去 那这个A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消掉了 所以呢 它应该就会变成 这边是C 这边是A 然后这边消掉B嘛 这边是珠 这边是B 那题目要求的是A B C 所以我把这个对掉 啊 不过因为我这边是 加上绝对值 那加上绝对值的话 那个正负号呢 应该就会抵消掉 所以呢 它就会变成7倍的A B C 这样的绝对值 好 那因为这个绝对值等于12 所以这个呢 应该就等于84 题目不难 不过在化简的时候呢 我们要特别小心 OK 好 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个克拉玛公式的一个综合应用 它说有一个连立方程组 那因为它含有未知数 那就A的值呢 来讨论这个方程组的解 并且说明它的几何意义 好 那我们用公式解 因为这个题目它含有未知数 所以Δ呢 它是A-3 然后这也是3 这边是-2 2A加上1 这个是Δ 然后Δx呢 用常数项 代替Y这一行 然后Δy A-3 这个是3 然后用常数项 代替Y这一行 好 这是三个行列式 我们把它展开 因为它是二阶的 所以这个基本上应该是OK 我把它展开 2A平方 解5A 减掉3 然后加上6 所以它是2A平方 所以它是2A平方 减掉5A 然后加上3 那这个可以把它音式分解 213E 然后-- 然后是-5 所以这个是2A-3 A-1 好 这个是Δ 那Δx呢 我一样把它展开 这个是4A平方 加2A 然后- 减掉2A 然后- 减掉4 好 这个消掉 然后4把它提出来 这边是A-1 A加1 那Δy 一样把它展开 这边是-A平方 然后- 加上A 然后加上6 然后- 减掉6A 好 那我把这个负号 把它提出来 A平方 这边是-5A 但是我提出负号 所以加上5A 然后呢 这边是加6 所以我们-6 那这个一样可以把它音式分解 它是-1 1 然后-6 1 这边是加- 所以它是负等 A加6 A-1 好 我把这三个行列是分解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讨论它的解了 第一个 如果它恰有一组解的话 恰有一组解 这个跌塔呢 应该是不等于0 换句话说 我们直接看这个地方 就是A呢 要不等于2分之3 而且 这个A呢 要不等于1 好 当A不等于2分之3 而且A不等于1 A-1的时候呢 它恰有一组解 而且这个解它每多少呢 这个解呢 因为x呢 就等于data分之datax 这个a-1可以消掉 所以它应该就是2a-3 然后4倍的a加1 这个是x y呢 data分之datay a-1可以消掉 所以它是2a-3 这边是负的a加6 好 这个是恰有一组解的情况 这个应该是比较复杂的 那 第二个 如果它是5解的话 5解的话是data等于0 但是datax datay至少有一个不为0 所以我要让它是0 那这两个不为0的话 所以这个a呢 当然就等于2分之3 a就等于2分之3 所以当a等于2分之3的时候 这个连立方程组呢 它是5解的 那既然它是5解 那当然我解就不用把它写出来了 那第三个 如果它是无限多解 无限多解 无限多解 无限多组解的话 那这三个行列是呢 要通通是0 所以这个a呢 应该就等于1 当a等于1的时候 这个是0 这个也是0 这个也是0 所以这个连立方程组呢 它无限多组解 那因为无限多组解 它代表的是同一条直线 因为两条直线重合嘛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解要怎么写呢 因为a等于1 所以这个直线它重合 它表示的是一条直线 它是3x加上3y 就等于3 因为a等于1 我把它带回去 我可以得到这样子 也就是说它其实是这一条直线 就是x加上y等于1 好 这一条直线上面的解呢 我可以令它的坐标 所以事实上这个直线方程式的解 我们可以利用参数坐标来假设 比如说我令x叫做t 那y呢 它应该就是-t-t 然后这个t呢 它是任意实数 这个呢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这一条直线上面的所有解 这个叫做参数坐标 参数坐标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连立方程组的解 跟它极合意义 OK